为了庆祝圣诞节到来 今天三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穿着圣诞服装 来到三支区公所报家音 感谢公所的叔叔阿姨们 一整年的照顾 还准备了超猛的舞蹈 让公所同仁们 瞬间感染欢乐气氛 下周就是圣诞节 又是小朋友最期待的日子 今天三支幼儿园 带着穿着圣诞服装的孩子们 来到三支区公所 要来报家音 感谢公所叔叔阿姨们 一整年的照顾 特别准备了最应景的圣诞舞 扭动身体挥挥手脚 超猛的表现 也让公所同仁们 瞬间感染欢乐的气氛 办公也能够保持愉悦的心情 今天是圣诞节 是下个礼拜二 12月25号 那我想我们在前一周 趁个天气好日子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出来报个家音 跟区公所 所有关心我们的区长 还有行政同仁 跟大家说辛苦了 圣诞快乐 也从此也非常谢谢区公所 以及区长这几年来 对于幼儿园的关心 以及协助跟支持 谢谢大家 小朋友们高声说着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为原本较为严肃的办公氛围 欢乐了许多 随后是小朋友最期待的发糖果 区长也戴上了震诞帽 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一颗颗糖果边发边问候 一声佳姐祝贺 区长也希望这个充满感恩的节日 孩子们与同仁们都可以同感幸福 今天非常的高兴 有我们三支幼儿园 张园长代理老师 还有小朋友 一群人来到我们三支青工所 那主要是下个礼拜 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那小朋友今天都打扮了 那个圣诞的服装 那来到公所 那我们公所也准备了 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小礼物 给他们 那今天看到小朋友都非常的欢乐 希望能够过一个快快乐乐的耶诞节 而每逢佳节 三支旭工所的知音符损 两位迹象物也总是不会缺席 跟着孩子们又唱又跳 热情迎宾 也让公部门办公的空间 多了许多亲民的感觉 而三支幼儿园也期待 透过佳节外出表演 道贺报家音 要让孩子学会多说好话与祝福 如此在佳节得到糖果饼干 才格外的具有意义 记者廖平凯三支采访报道